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地上有蠻多的死蜂或者是弱蜂 來看一下它的狀況 這邊被拖出來的東西 有的是還沒有羽化的縫 像這個都是還沒有羽化 就被咬破了 然後拖出來 那這個也是還沒有羽化 可是你看它沒有羽化 可是還是在動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要馬上開箱檢查 看看是不是發生什麼問題 通常它草叢的機率會很高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先換箱 我們開箱檢查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蜂皮上面有一些白頭蛹 如果這些白頭蛹的體型完整 它的腳、頭發育比較完整的話 通常就不是中南或是歐洲幽蟲病 我們研判應該是草叢 我們把箱子撤掉之後 換成新箱子 那舊箱子的底部 你就可以發現到 真的是感染了草叢 公蟲 公蟲其實它會自己去清除 已經羽化不完全的蜂蛹 可是蜂蛹 羽化不完全的數量太多 公蟲清理來不及 它就會爛在巢房裡頭 通常這個時候 數量太多又爛掉 臭掉 那整個蜂群可能就棄草而逃 有些蜂蛹呢 它在換箱的時候 會在新的箱子裡面呢 撒一點鹽巴 通常這種幼蟲 碰到鹽分高的環境 它會脫水 它會死掉 所以它用這種方式來避免巢 可是糧上的就沒辦法了 那有一部分的蜂蛹呢 它會買巢蟲棒 或者是噴蘇力菌 如果是巢蟲棒的話 通常放在糧上 或者是放在巢口附近的位置 那蜜蜂經過巢蟲棒 會沾染到 它的腳會沾染到巢蟲棒的藥劑 然後帶回到巢裡面 那這些巢蟲在爬行的過程裡面 碰到了藥劑 它自然就死亡了 這是一般我們預防巢蟲的一種方式 撤下來的舊巢子 它的縫隙呢 還有底部呢 容易殘存一些蟲卵 所以這時候用瓦斯的噴燈 把它均勻的火烤一下 把這些蟲卵 幼蟲把它殺死 然後拿去戶外曬太陽曬個幾天 下次就可以周轉使用了 對方的牧燈 然後再用瓦的火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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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火烤楼關上 就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